嗨 大家好 我是牛苏 很多人都知道我童年的某个夏天一直在看哈利波特12345 到了第五部凤凰色就没往下看了 实在太厚了 那么为了弥补我缺憾的童年 今天就来讲一讲神奇动物在哪里吧 故事要从我们的主角 宠物训练大师小雀版永强纽特讲起 确切的说他是个魔法动物学家 擅长捕获各种各样的魔法生物 并用之参与战斗 他的大多数战斗技能都与魔法生物有关 这不废话吗 谁有了宠物之后 害怕怕怕的自己念召丢技能呢 这次来到纽约 也正是为了收服某只流窜到此地的魔法生物 与此同时 纽约的闹市区正在被不明力量大肆破坏 哪怕是美国魔法部的保安队长狗蛋亲自前来 都没能抓到罪魁祸首 另一边的纽特对此有所知 刚进城的他面对纽约各种建筑惊叹不已 人类明明如此弱小 却又能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文明 真牛杯 正欣赏着呢 他突然发现自己养的一只小燕鼠爬了出来 这个小燕鼠也是一只魔法生物 学名叫秀秀 库外收集各种闪闪发光的东西 只见它在人群中闪转腾挪 轻松就把人身上的各种金属偷走 还通过秀爵一步步的往银行金库走去 这可把纽特吓坏了 只能一边伪装客户 一边进入银行找秀秀 顺便插一句 魔法生物管理局 以X来划分神奇动物的难易驯服程度 X的数量越多代表驯服难度的增加 秀秀作为寻宝类魔法生物 驯服难度为三个茬 危险性一般 有一定精安的巫师就能驯服 输给正传 在寻找的过程中 他认识了想要开面包店的阿胖 阿胖是个老实人 有一门好手艺 却没钱开一个数自己的面包店 正当他跟纽特抱怨命运不公时 却发现纽特已经走了 只在椅子上留了个快要孵化的银蛋 蛋 这怎么扯着扯着还扯出蛋来了 阿胖急忙拿着蛋四处寻找纽特的身影 为了不让阿胖暴露自己 纽特只能带着他用魔法穿越了金库 终于在里面找到了疯狂拿钻石的袖袖 这个家伙有个永远塞不满的腹部口袋 据说每只都自带百纳粥 经过一番折腾 以及实话的一个银行经理 二人终于逃出了银行 按照国际惯例 纽特只要给阿胖清洗记忆后就万事大吉了 但显然纽特是第一次动手 还跟人打着商量来 来哥们 我给你整个大记忆消除术 没事啊 不疼 也就光的一下子 啥玩意 光的一下子呀 普通人听了这话谁不迷惑呀 尤其是刚才发生了那么奇幻的事件 毕你妈光的一下给我蹦死 走你 趁着纽特拿魔杖的功夫 阿胖轮起箱子就跑 可还没等纽特去追 一个女人突然拦住了他 把他拴好后 要带往别处 此人名叫蒂娜 是美国魔法国会的人 听到纽特还没有消除阿胖的记忆 他没想到先去善后 而是直接公事公办 把纽特带到了魔法国会总部 要知道魔法世界明文规定 不允许巫师在麻瓜面前使用魔法 偷摸屎没事 但被抓到是要判刑的 此时魔法部的高管们 都在商讨着纽约发生的灾难事件 狗蛋断言 肯定是魔法生物所为 一般的巫师整不出这么大动静 与这些关系到城市安危的事情相比 纽特的问题不值一提 很快就被带来了办公室 并且魔法部长还警告蒂娜 你已经不是奥罗了 还给这除去抓人呀 这是攻击想下蛋 不是自己的活 废要干呢 奥罗属于魔法部门的执法者 隶属于狗蛋是精英中的精英 显然蒂娜这次属于越权行为 但出于对安全事务的审查 狗蛋还特地出来问了一下情况 结果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纽特的魔法皮箱里 也不是各种魔法生物啊 而是一箱美味的面包 原来刚才危机时刻 阿胖情急之下拿错了箱子 狗蛋与其他人立刻嘲笑蒂娜 又抓错人了 这下官复原职又遥遥无期了 另一边阿胖回到家里 也发现了箱子不对劲 什么玩意儿 叮叮当当的只想 结果凑过去一看 一只小肥猪一样的莫特拉鼠 冲了出来 随后各种躁动不安的魔法生物 纷纷出逃 将阿胖的单身公寓都快拆没了 关键时刻 纽特与蒂娜现身解决了问题 被莫特拉鼠咬了 后一阵就是悬云呕吐四肢物力 再加上点肛门冒火 问题不大 纽特想直接给阿胖 清除记忆解决问题 但蒂娜却拦住了他 他想利用这个目击证人 来坐实纽特的罪名 从而得到魔法部的认可 况且现在已经不是阿胖的问题了 主要是找回那些丢失的神奇动物 为了给阿胖治伤 他们来到了蒂娜的住处 这里还有蒂娜的妹妹 弟弟 一名可以独心的魔法师 在看到弟弟用魔法制作馅饼之后 阿胖彻底爱散了他 属于是癞蛤蟆 想吃魔法天鹅肉了 到了晚上 纽特不堪忍受阿胖的画牢 打开自己的皮箱钻了进去 里面就是他圈养那些神奇动物的奇妙空间 我估计精灵球里面的空间就是这样的 有山有水有树林 阿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突然出现一只三对翅膀的巨大雷鸟 身后是几只滚着巨大粪球的巨大使客狼 原来粪球可以这么大呀 纽特坦言自己来这里 就是为了把雷鸟送回故乡 魔法世界在这个年代并没有很系统 神奇生物这个板块非常糟糕 纽特一直在做的 就是收养保护这些神奇动物 然后再向别的巫师 传授神奇动物的相关知识 接着他就将驯服等级为四个X的危险猛兽 角坨兽换了出来 这种动物的背部皮毛具有很强的魔法抗性 所以被很多巫师用来制作防御装备 目前为止 纽特训养的这两只成年角坨兽 是仅存的可以反育后代的两只了 如果没有他的保护 这种可爱无比的生物已经灭绝了 阿胖还有些晕晕乎乎 他知道这些不是梦 因为他的梦没有这么惊人的想象力 当然神奇生物有好也有坏 一团黑雾吸引了阿胖的注意 纽特告诉他 这个东西叫做默默然 十分危险 驯服等级为五个X 需要几十名经验丰富的巫师才能制服 二人度过了愉快的一晚 可在另一边 麻瓜世界又发生了惊天大事 就在当地某暴夜巨头讲话时 突然被一股神秘的力量袭击 卷上天空重重摔下 当场死亡 麻瓜震惊 巫师世界也震惊 究竟是何人频繁出手 暴露魔法力量的存在呢 此时的纽特还在与阿胖一起 搜寻驯服等级为四个X的独角兽 这家伙皮操肉厚 脚还有毒 皮肤具有很强的魔法抗性 大家理解为非洲犀牛就对了 眼前的这只独角兽 是正处在发行期的雌性 阿胖不小心把眼右用的射箱 溅到了自己身上 结果就被嗷嗷一顿嘴 非得要交配 好在在脚叫扎到刚刚的最后一刻 被纽特用大石球皮箱收了起来 本来二人想要钻进箱子里 好好安抚一下独角兽 却没想到坏坏的蒂娜尾随跟踪 将他们直接关进箱子里了 他还想用这两个人官复原执念 却没想到魔法部此时正在开全员大会 他们认定杀害爆射巨头的人是神奇生物 蒂娜可以说是正好撞到了枪口上 俗话说的好 我敢惹事 但我也怕事啊 蒂娜连忙放出纽特 让他来掰这口锅 纽特看着死者的影像 发现这次事件正是默默然所为 这句话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魔法部长可以肯定 美国没有默默然出现过 没有人比我更懂默默然 说着就把纽特与二胖关进了监狱 在牢房里 纽特告诉二胖 默默然是一种由默然者产生的东西 具有极强的攻击性 所谓默然者 就是那些天生具有魔力 却被刻意压制魔法觉醒的巫师 基本上都夭折了 少有能活过十岁的 幻影刚落 纽特就被狗蛋拉去审问 因为他们在纽特的箱子里 发现了默默然 纽特当然否定了 作案的是自己这只 因为默默然分离出默然者体内后 就不再具有攻击性了 但狗蛋压根就不想听什么理性分析 说你有罪就有罪 马上就判决了纽特与蒂娜死刑 但纽特可不想这么死的不明不白 他毫不犹豫的发动了神奇动物的能力 只见护数罗锅 用自己尖硬的大钳子 打开了锁链 就此你了卷一魔 另一个魔法手术登场 啪啪啪往敌人脸上砸 与此同时 弟弟与阿胖也合力拿走了 纽特的箱子与法杖 几人合计了一下 既然魔法部认定一切都是神奇动物所为 那只要把丢失的神奇动物 全收回来不就好了吗 事实自然会打他们的脸 而此时的弟娜 也从为了完成任务的公务员 变成了一个质疑执法系统的幻人 为了找到另外几个神奇动物的下落 他们找到了地精开的情报酒馆 险些被狗蛋抓住 好在最终有惊无险 下一个追踪隐身兽 这种魔法生物长得就像猿猴一样 有一定预知未来的能力 但最厉害的还是隐身 无色无形 无胃无痕 基本上是不会被无尸捕获的 他们的皮毛是制作隐身衣的必备材料 也就是说哈利波特他爸呀 可能宰了一只隐身兽 通过在地精那获取的消息 几人找到了他 但这个老玩意根本没想逃跑 而是把他们带到了鸟蛇的藏人处 原来他一直在像保姆一样照顾着鸟蛇 鸟蛇的最大特点就是伸缩自如 可大可小可圆可方 可软也可以硬 能通过改变自身的大小来适应所处的环境 弱点就是喜欢吃虫子 看到眼前出现这么多人 鸟蛇突然暴怒 身子一下鼓起一万多米 将房子都撑破了 纽特赶紧让他们寻找茶壶和虫子 最终鸟蛇在见到蟑螂的那一刻 被美味定住了魂 紧接着胖将蟑螂精准的投入茶壶内 鸟蛇也精准入虎 这下所有在逃的神奇生物都成功回收了 几人正在箱子里热火朝天的拉家城 讨论关于哪家魔法学校的挖掘机专业墙 就在这时 一直安静的雷鸟突然狂躁起来 雷鸟有预知危险的能力 这证明即将有大事发生 果不其然 在一个反巫师组织的家庭中 小男孩正在被羊母虐待 突然就那么一瞬间 黑雾喷涌而出 瞬间袭向羊母 轰眠过后 羊母的死相与暴夜巨头的死相如出一辙 很快狗蛋就赶了过来 他很意外的发现 这个男孩竟然就是传说中的默然者 皮毛一体 不对 是人兽一体 攻击力相当强横 超过十岁的默然者 打破了狗蛋的认知 可还没等他理清状况 巨大的黑雾从男孩体内喷涌而出 向着窗围的纽约市席卷而去 一路搞起了拆迁工程 破坏无数建筑物 这么大的动静惊动了纽特一行人 心地善良的他 毫不犹豫的要进行收服 管他是人是兽 俺就要收服 在地铁站里 蒂娜与纽特开始对男孩进行安抚 各种嘴顿攻击 佛系人生讲解 男孩也逐渐稳定了情绪 恢复人类形态 但就在这时 狗蛋再一次杀出 一个大拨将纽特打倒 狗蛋练的是乌斗术 纽特则是兽斗术 关键没带箱子 被狠狠地压制住了 混乱之中 男孩再次情绪失控 变成了梦梦然形态 惊天动地飞沙走石 天塌地陷紫金锤 让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惊掉了下巴 难道是外星人袭击地球了吗 岂不知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正好趁了狗蛋的心意 他受够了像老鼠一样 躲在阴影里 这个理由跟别的电影里的反派 基本一致 大家明明是强大的巫师 为什么要害怕人类呢 为什么不能成为人类的主人呢 他要向世人公布巫师的存在 正好接着默默然 这个不可控的恐怖生物 但是可惜啊 他的阴谋注定不能实现 因为主角有大思求啊 什么都能收服 在纽特的又一顿嘴炮输出下 男孩的情绪稳定了下来 只要让纽特将默默然剥离 他就还是个好孩子 万万没想到 魔法部长突然出现 手下的奥罗们齐齐束手 将小男孩给打爆炸了 哎 他还是个孩子呀 狗蛋一看计划露空 极度失落地转身离去 魔法部长下令让他交出魔障 可没想到 即使面对一整个魔法部的兵力 狗蛋还不束手就擒 而是选择直接反打 他爆发出了极其强大的魔力 在与多位奥罗的对比中 竟然不落下分 眼看他离魔法部长越走越近 纽特连忙召唤出神奇动物帮忙 困住了他 纽特看出情况不对 赶紧释放咒语 让狗蛋献出言行 原来他竟然是臭名招入的黑巫师 格林德沃 他来到此地 显然有着更深远的目的 可在被抓后 格林德沃没有丝毫惊恐 反而非常狂妄地告诉部长 你们困不住个 部长说 我想设设 经过这次事件 魔法师弟的秘密 也将被迫攻之于众了 未来的安全问题将会成为巨大隐患 众人都没办法释放如此范围的 失忆魔法 关键时刻 又是纽特前来救场 他让雷鸟把记忆消失药损 带上天空 然后释放雷电暴雨 洗刷了整座城市的记忆 在房子里的人 也会因为饮用水 被洗去记忆 其他奥罗则负责修缮建筑 在众人的努力下 纽约寺焕然一新 而最后的问题就是阿胖了 虽然经历了如此奇幻的冒险 但阿胖知道 自己终归还是要回到麻瓜的世界 他默默地走到雨中 闭上双眼 他不知道的是 弟弟此刻走了过来 对他深情一吻 当天鹅亲吻了癞蛤蟆 故事就从一个笑话 变成了刻骨铭心的爱情